你看它像一块什么呀 这个石头呢 它实际上是叫一块吸水石 也叫自来石 因为这个石头呢 在过去来讲啊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柴园滚滚的作用 我们大家见没见过一种 那个平时我们大家买的工艺品 上面有一个垫的 然后一个小圆球 那个水呢是不断的转 对不对 那这块石头呢 它本身自己就有吸水的作用 这个水呢 是通过石头一点点往上吸 吸上去以后呢 从上面的流下来 就形成了一个柴园滚滚 那这块石头呢 实际上叫一块云石 那这个石头 现在其实没有这个作用了 你能看到它有一个痕迹 这是在76年的时候地震 这块石头被震断了 后来工作人员又给它接起来的 但是这块石头 说实话 它不是非常主要的 咱今天要看的是 装这块石头的水盆 你可能会忽略它 有人说这还能叫做宝贝吗 告诉您 它还真是一块宝贝 为什么呢 首先看 这上面写着两个字 亭云 那这两个字 它是有出处的 乾隆皇帝呢 它是有两块石头 一个叫云根 一个叫云起 都是代表吉祥如意 云彩代表祥云梦 那和珅呢 它要跟皇上比 你有云根云起 那我就要云彩停下来 所以说它叫亭云 不叫云停 因为那样说的话 跟皇帝就平起平坐了 他也怕皇帝杀他的头 但是这块石头呢 它实际上是用什么制作的 咱们外表一看呢 就知道是石头 但是你仔细看 这有绿色 这就是我们大家说的玉石 它是一块纯天然的大翡翠 所以说呢 这块石头 它的长两米多 宽一米多 是一块纯天然的翡翠 雕刻而成 所以说真正贵的就是这块石头 这是玉石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